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進口頻道 今天是2020年的4月3號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看一下 觀察一下說我們之前搶救的蝴蝶藍004號跟006號 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這一株是蝴蝶藍004號 之前我們有搶救影片 搶救003到005號的影片 那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當時搶救的一段過程中 我們一直認為說 那3株蝴蝶藍 我們認為有一個氣根比較長的 我們覺得會比較好救 結果後來那2株都失敗了 都中了軟腐病 都壞死 我們以為氣溫會越來越涼 結果原本認為說它可以救的火 結果發現沒有都失敗了 那這一株004號 我們搶救了這麼久 我們發現了 你看這邊已經開始有掌根 終於有掌根了 已經看到有掌根的跡象 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每隔一段時間 搶救了一段時間說 就要看一下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根的痕跡 氣根看得到嗎 我們把距離 拉近一點 有沒有看到 7根 7根有沒有 OK 我們把它掛回去 我們在搶救蝴蝶藍的過程中 這個 我都是把 這一株後來 我有好幾個月 我都放到陽台的部分 我沒有放到室外 因為這幾天下雨 剛好有拍片 我把它拿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搶救的過程中 就是拿個水繩 把它給纏繞住 讓水由上往下滴 一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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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繩的影片 連結我們放右上角 給各位參考 就是用這個方法 盡量讓水保持乾淨 一直滴一直滴 讓它把氣根給逼出來 因為現在氣根還很短 我們也沒辦法上板 因為上板的時候就像這樣子頭重腳輕的會這樣子垂下來 我們就是先觀察一下說這個004號的一個生長狀況 至少我們到現在目前為止已經看到有根 有根就是有希望 因為這個你看整個剛剛我們這樣看 就只有之前這樣子一小段 這麼一點點根在這邊而已 只是一點點根 那我們現在終於有看到已經開始很多根芽跑出來了 就表示說這一株如果已經到這種程度 我估計就已經存活力大概有八成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006號的狀況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是006號 006號我們在之前在這個位置 我們之前在長的這個側芽 我們以為想說它這個先長的側芽 結果不是這是花梗後來被我們剪掉 那這006號的影片呢 連結我們也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正是我們有做這個紀錄 那之後呢前大概一個月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左右的時候呢 大概這邊就已經開始有另外一個芽跑出來 但是我也不能保證說那個芽是什麼芽 那一直到了這幾天呢才開始看到很明確的說這個 這個已經有葉子已經張開來了 那這個角度呢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們再換個角度來拍給大家看看 這個葉子呢很明顯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確定它已經是葉片了 好我們換回來 那我們蝴蝶藍搶救的過程中呢 已經搶救到像這種情況呢 有長的葉子呢 像這一株呢 006號來講呢 它的存活力呢 就已經達到了一個有9成 存活力有達到9成 只要它不要這個 不要這個 發生意外 像被蟲咬啦 又給搞破壞之類的 那它存活的機率其實是很高的 那這一株呢 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說 當時呢這個頭呢是被蟲咬 不知道什麼蟲造成的 結果咬傷就斷掉 後來我們為緊急處理嘛 怕是軟腐病後來被我們切掉 切掉之後呢 它就從旁邊長出的側芽 那主要是因為這一株呢 本身有很很旺盛的氣根 對不對 我們這樣看的話就是 氣根就是很旺盛 再來它本身的這個 筋部的位置呢 算是很完整的 那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呢 這種蝴蝶藍呢 它要從筋部呢 從長出側芽的機率就會特別高 就會特別好救 會比較容易救 我們比較怕的就是這個 這個蝴蝶藍呢 是氣根底下呢 通常一般新手養的話 通常都是從底下開始爛根 然後爛到筋部 然後從筋部呢 底下一直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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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上來 那我們像我們這種情況呢 是因為我們及早發現呢 然後趕快切除之後呢 阻斷了它惡化 如果我們不阻止它惡化的話呢 那它也有可能會繼續的這樣子 惡化下去 然後最後整株 筋部都會壞死掉就會沒救 所以呢有時候看到蝴蝶藍有問題的時候呢 你處理的速度必須要稍微快一點 反應要好一點 那只要稍微慢一點呢 大概整株蝶藍都幾乎會救不活 這是對很多新手來講呢 是很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我們常常在拍這個影片呢 都教大家怎麼處理這些 蝴蝶藍的一些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個人經驗豐富啦 所以我才拍影片呢 來做這個教學呢 來教大家怎麼處理 因為畢竟呢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樣呢 搞完這個蝴蝶藍呢 玩了十幾年 所以呢 我講說玩呢就是我自己喜歡亂搞啦 自己自己創造一些人家沒有教過的模式呢 然後呢去搶救 那有些人呢就說要會噴藥 那我說實在的 一般人是會去拿這個藥啊 我也不會去拿這個藥啊 農藥是你要配什麼藥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我就用最簡單的方法 最自然的方法呢 教你怎麼處理 那今天呢我們影片呢就介紹到這邊 未來呢他如果繼續長大呢 我們再做追蹤觀察 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再會